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多多交流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 主要介绍一下气氧计算的技术发展 以及物流数据研发的背景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自研了一套气氧计算的平台 以及它在物流场里面应用 第三部分介绍一下未来展望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大数据计算的发展 大数据的技术 从早期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P的计算 Hadoop 以及流的Storm 随着技术的发展 到现在很多的公司 用Spark Flink 作为 事实上的流皮计算的标准 在此之间呢 也产生了一些大数据的架构范式 比如说 基于Hadoop和Storm 形成了我们的Lamdan架构 这套架构也是在目前很多的公司里面 被广泛采取的一种架构 另外一种就是基于一种引擎 比如说流计算 去同时支持不同的数据场景 对于这样一种计算模式 也就是我们产生的Kappa效果 那面向未来 我们从功能 性能 效率 成本 等等 这些回头去考虑 大数据计算的发展 会朝着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方向去呢 我认为 可能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 是统一的计算引擎 也就是现在的Spark Flink 在走的这个路线 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流P一体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去交流的这个轻量计算 轻量计算的技术呢 比如说像 像现在的我们Rock and Kill 卡夫卡的Stream 其实就是走在这个路径上面 那轻量计算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实在于它是消息驱动的 没有非常庞大的大数据环境的依赖 所以在企业里面不需要在人员或说技术的运位成本上面投入非常大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的非常重要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们就重点讨论一下 好的 介绍了技术发展的背景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物流数据研发的一些背景 这个里面核心的调量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物流包裹的旅游时间比较长 比如我们一个跨期的包裹 从目的从这个消费者下单到包裹签收 中间的周期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月 才能从史伐国到目的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周期实施计算的场景 那在这个模式下面 我们如果采用一些传统的计算方式 比如说像Flink来做实时计算 就会引起它的状态非常大 让我们去做一些CQ逻辑修改 去重启动的时候状态就会丢失 这种导致我们计算的数据结果准确性比较差 那第二个挑战就是我们端动弯的数据研发比较长 这里面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我们采用传统的这种 Flink或Spark的这种任务的 做一些端端端端的优化 或者调试调优 它都是任务级别的 不是一个右视角的端端端端的这种 调试跟性能优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不同的数据处理场景 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计算 服务或者数据分析的场景 APN是不同的 这个也增加了我们的学习成本 第三个挑战的点在于 大数据总体的记录成本比较高 比如我们一套这种Hadoop 或者Flink、Spark、HBase等等这些 部署下来整个技术的资源成本 包括人力基于这些成本 去做一些二次开发或者说运维的成本 是非常大的 那基于这个背景 我们思考一下 那有没有一些公式方法 可以来解决呢 比如第一个 针对这个 查诺计时计算的问题 我们在想 能不能通过一些计算分离 比如说 把一些计算的部分 在计算基点里面做状态 然后把 这个中间状态的部分 那我们不存储它的这个 中间的聚合状态 存储它的一些ODS 原始数据到中心存储里面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数据指南 同时可以去做到一个 实时的发布 那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 端端端端的数据研发 针对这个周期比较长 我们在想 能不能我们去做到一个 统一的内核来支持不同的场景 然后这样一套内核呢 就通过统一的SQL interface来支持 那第三个点 成本的一块 那除了我们去 约了一些分布式的大数据环境以来 我们能不能把 我们的一些内核的能力 跑在普通的容器里面 既支持我们数据计算的各个场景 也能做到低成本的去认为 去减少奇数资源核心 能力的成分 所以这是我们核心思考的几个方向 那继续这个思考 我们就建设了一套 轻量级的计算平台 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它就是一个统一的内核 统一的SQL interface 然后它是消息对列区用的Stream计算 目前我们主要支持的像我们的RocketMQ 对 因为它是计算基点无状态 它是支持同步的顺序写和逆步的多写 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flinker 做一些insulin tool 像外部无寸处写 写出数据的时候 它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逆步多写的这种模式 那在一些场景里面 我们可能依赖说 先写A 那A成功以后 再写到B的存储或服务里面 比如去做一些预警等等 这种模式下 我们的计算平台A1就是支持的 另外一个它是支持单据的批量出发 来可以修行数据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个多流 Join的这样一种场景 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模式 其实都是一些binlog驱动的 就是通过binlog 然后来聚过程宽便或者一些聚过数据输出的 那在此期间 比如我们的上游 或者我们的计算过程 出现部分的单据 或者部分的时间段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介入来需工具的部分数据 所以我们计算平台也支持这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支持交互思考验证 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调试一个job的时候 尤其是像spark和flink这种跌击的job的时候 其实一次调试的过程 从过去的可能几十秒到现在的十几秒 有一定的优化 但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能不能做到像macyclic 交互式的去简直我们的siglet这个推行 这个也是我们平台值的一个关键的推行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短到短的trace的能力 从过去面向任务的这种调小由 有了我们短到短trace的根本能力 我们就可以从全面路视角去看 我从数据的产生到最终数据的服务的完整过程中间 我在哪个环节性能有问题 我在哪个环节产生了一场 我在哪个环节数据丢失了 这个就可以快速定位到 所以右边就是我们的一个A点计算平台一个架构图 它的核心是我们的内核 这个当然待会也会重点介绍 往下两层分别是驱动层和部署层 驱动层我们通过Drival API 这些去打算的英国数据园 比如像MQ 我们有RockMQ 一些search 比如说ES 我们的KB 比如Redis HBase Oltp的 比如MySQL AP的 比如像我们的Glickhouse Adb Adb Frestle 等等 Canvig 然后 不属它的话 其实它有我们设置的几种模式 一种就是我们的A点内核 直接跑在我们普通的容器里面 比如我们的Dock容器里面 去进行数据的计算 那我们也支持把我们的内核集中到Flink里面 去扩展Flink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Alien Cycle 去写Flink的UTF 同时支持动态的发布跟更新 那在一些场景里面 比如说数据复材场景里面 我们也支持把我们的那个部署在Soulis里面 Soulis的环境可以动态的感受我们流量的变化 然后再做一些扩搜龙 那内核网上 我们的两层分别是服务层和应用层 服务层的话 现在主要是两种服务 一种是我们的Dock计算 一种是我们的Servin的数据的访问跟分析 那主要是支持的协议由HSF HGDP 还有Masko的协议 这里也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Masko协议 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的BI系统 其实它是需要访问我们的数据 去做一些这种看板或者大屏 数据分析的场景 那在这个里面 如果我们去基于传统的一些 直接这个query去打到这个 OI API引擎的话 可能我们中间是需要一些 这个逻辑层的加工 比如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跨原的数据交易 在传统的这种模式下面 条件就比较大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Masko的协议的代理 这个代理里面除了传统的一些 限流啊 这个 这个 加速啊 保护以外 我们还可以相当于 实现了一层这个 逻辑是否则的一个概念 就我们在平台写的各种的Ali SQL 其实在我们Masko的协议层看来 都是一个一个的表 对可以方便快速的去进行数据的访问 最上层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应用层 包括一些BI系统 那除了这些模块以外呢 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管理这些服务 包括我们的SQL驱动 也做了一个通用的一个workbunch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轻量级计算平台的一个Ali的架构 OK 那我们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下Ali的内核 Ali的内核 从下网上看的话 最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L层 就是核心的是一个Drival API 它通过实现不同的interface 然后来具备不同的能力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读写流 以及这个重视 包括试图下推这些接口 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这个Runtime 运行式环境 这个里面基础的几个模块是SQL相关的 比如解析验证优化跟运行 原数据的管理 其中SQL query的这个解析跟优化 是基于Ali的Carset 那在这些SQL的组件的基础之上 我们支持了一大批的高级特性 这个对大家对前级的设计 可能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对这一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往上就是我们的一些扩展 也支持UDF,AEF,TF的扩展 那也可以通过一些SQL之道的SPM 然后把你的SQL放到任何一个存储里面 然后能够跟我们的内科进行交互 最上层就是我们的APA 我们的SQL是我们的一等公民 因为SQL在数据集团场景下已经是事实上的标准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特性 包括这个可解释可优化等等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些GDPC的交互的APA 能够方便我们的比较快速的 迁到一些交互application里面去 好的,那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些内科的高级特性 因为我们第一个的高级特性是我们Rawview 原生视图 原生视图可以支持我们整个的视图的 下推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的发挥我们 专门层的一些聚合能力 比如说你像我们的一些Olept 比如像我们的一些Clickhouse 其实它的一些底层的聚合能力非常强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充分发挥 Drival的聚合能力 包括一些Hint 我们使用这个HiveMassCompute 去做一些这种交互的计算的时候 通过一些Hint 可以快速的提升他们的一些查询性能 这是一块 另一块的话就是我们通过Rawview 可以实现AlineSicle和DrivalSicle的混合编程 比如说当你发现Aline内置的函数 不足以支撑你的数据的需求的时候 你可以写一个AlineUtf 但如果说你发现我所查询的数据 这个Drival本身就是有能够支持这个功能的函数 能够使用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Rawview里面去使用它 对 这是Rawview Session Function Session Function Session Function是在一次的CQ的执行上向网里面 不同View的执行的输出 可以通过Session规划来进行故障复用 对 这个特性用来支持一些非常复杂的行业 依赖有5万的一些输出 那就可以使用这个特性来去解决 Session Driver Session Driver Session Driver是先查询A 再查询B 可以实现类似二级管理的效果 这个主要用于比如我们数据符的场景 Dynamic Cycle 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使用Spring McAddis 去做一些标签动派生成cycle 这个主要也是用于这种数据符的场景 像我们的TableCatch 就是我们把这个顾名思义 我们把这个Table查询完的一些数据进行缓存 然后无人测试是IU 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数据处理的场景里面 都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被使用 比如说像我们做数据服务 可以用TableCatch来做数据的加速 比如我们在数据计算 那可以再去浇用一些尾表或是外表的时候 去做这个IU的缓存 做一些缓存 尾表缓存 那Metrix这块 是我们内科的一些这个 关于这个延迟啊 吞托啊 一些性能指标的一些度量 Dynamic Profiling Profiling的关系是我们的一个高级特性 它允许你动态的去通过参数 开启一些我们这个开关 比如说你要查看Seql的整个输出 执行过程 然后现成状态等等 然后HOTAT是我们的一个 也是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特性啊 它是可以支持我们Seql的动态发布 在这个期间是这个 不过像Sparker或Flinger一样 需要我们这个停机 把任务把任务停掉 然后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个热部署热更新 Seql Invoking invoking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可以在你的完整一段Seql里面去 跨次数据调用invoke 通过invoke指令去调用另外一个Seql 然后呢通过一些给它传递一些入餐 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函数字变成function and service一样 通过这个可以达到一个Seql的 一个逻辑的复用 实现Seql as a service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KPARAMS 我们做Seql的这个 这个入餐更多的是这个Industrial类型 那inv支持这种KV KV这种类型作为入餐 那以上呢 为大家展示到我们部分的高级特性 那这些特性呢 是在内核里面存在的 因为它在内核里面存在 所以它可以直接在不同的数据场景的应用 背景它的语义以及效果 都是保持一致的 OK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先计算一个内核的执行过程 大的有这么四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Seql的解析 我们首先从Seql store里面去拿到一条 EningSeql 然后呢 通过Seql的Parser把它得到一个 通样一把数 AST 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这个验证 比如我们基于一些Catalog 去验证我们这个AST 是不是一个Valid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 这个极端在一个表里面 是不是存在 等等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优化 会把我们这个AST convert成一个关系带数的一个数 就是IT 那基于有了这个RT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等价转换 对就可以做一些SQL优化 比如Ening现在用的是 基于这个规则的优化 那第四步就是我们的这个Seql的执行 Seql的执行呢 会从我们的通过我们的Driber 去从外部的一些 这个数据 数据源或者说数据服务 去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呢 去 再通过调用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 运功写的一些自定义函数 去执行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执行过程 那这边有一个很小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 双十一的这个商品里面 这个 一些商品的销量 那有了这条SQL以后 我们就会把它结集成一个 中间这棵 创业法术 然后再中个优化 得到右边的这个 优化后的这个数 我们这个优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Fuel的算子做了一个下推 然后 我们再通过自下而上的 去执行这个数 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这是一个内科的一个执行过程 好的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千计算的我们 ADIN的这个SQL SQL我们有三种类型 DDL Query DML DDL就是我们 有这么几类 CreateStream 就是去创建一个流 比如我们的 Roculum CreateStream CreateTable 就是去创建定义一张表 这张表呢 其实类似于 Blink 它是一个逻辑的映射表 它会映射到某一个存储里面 CreateFung 就是用功自定 还是CreateView 是图 RawView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生是图 那SET 我们可以通过SET 去定义一些变量跟长量 那用来可以接收一些 比如说 用这个变量来接收一些路产 Query 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 例如 QBi Join C查询 DML E3-2 比如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支持的这个同步顺序写 E5-2 写 就通过InsertIn2 那右边呢 是我们DDL的一个DEMO 它首先我们定义一个SET 一个变量 用来接收路产 然后我们Create的一个Function 用来解析扩展子端里面的一些 也有特征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张 一张这个旅渊单据的一张表 那这就是一个逻辑的一张表 它会映射到我们物理的一张 MySQL表上面去 最下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视图 那这个视图呢 它就引用了我们的变量 所谓的查询条件的一个路三 同时呢 也用了我们的这个字音函数 来解析它的扩展子端 对 这是一个简单的DDL DEMO OK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整个A0的计算命态 也讲到了我们整个A0计算命态的核心的内核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物流场景的一个实际的应用的案例 这也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物流流的监控 比如我们在电视计算命态买了一个包裹以后 那我们的包裹 会产生大量的这个石头诡异的数据 比如我想分拨入分拨出 盖线发车盖线到达 搬送揽收 那这些数据在通过IoT的设备采集以后 就会被上升到云端 在云端 为了更好的去做一些数据分析 数据的监控等等这些数据应用 我们会经过我们的圈计计算 把它加工成一个全路视角的多维的快表数据 那这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圈计计算平台来实现 有这些数据以后 再通过我们计算平台的Serving 然后为下一个业务 比如说我们的旅游监控 去看你的包裹是不是滞留 有没有丢失破损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运营 或者说客服人员 那就可以对一些异常快速感知道 然后对消费者做一个储存的服务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我们消费者的购物和物流体验 那除了提到的这样一个 物流旅游经过的一个场景以外呢 那Alien也支持集团内的多个业务线 对 然后也为数据的研发来降本取消 那刚才提到的物流产体的案例 那在基础上是怎么来做到的呢 这里为大家呈现了一个端着端的数据链路的一个视角 这里面大的有两块 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数据加工的过程 就在OLAP之前 OLAP之后就是我们的数据的一个 使用的应用数据的一个过程 那前面这个做数据的一个过程呢 里面有核心的清冷计算在里面发挥的作用 有三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Alien的ETL 我们的数据 从业务的MySQL的Block过来 通过我们的ROQMQ做这个数据采集 那通过我们的ALEN的ETL把这篇数据 通过到我们的一个ODS在一个数据库里面 与此同时会发出一个触发计算的一个消息 到ROQMQ里面 那第二步比较关键的就是我们的ALEN的Join 这个里面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这个打光表 比如做一些聚合计算 然后把这个计算的结果再去写到OLAP里面 这是关键的两步 那对于一些特殊的异常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某些上游的这个单距出了问题 或者说我们物流的这个计算空间出了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ALEN的Trigger模块 然后来出发计算 比如说指定时间指定单距来进行批量修复 那就是做数据 这个数据加工完放到OLAP里面以后 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ALEN的这个Service 比如通过我们的MASCO协议 去实现各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屏 看板或者监控预警 数据化的决策等等 对通过这个 那这两个阶段中间设计了N多个过程 那在这些过程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全路Trace 把各个节点的关键的信息归送起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跨链路 跨我们这个JOP去感知整个全路视角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在哪个环节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慢在哪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轻量计算 在物流场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案例 好的 那最后我觉得我们有几个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在普通的容器里面 你跑的这些JOP 还是做的做到租屋隔离 任务隔离这一块 目前还是逻辑隔离 没有做到物理隔离 那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Cubernetes这些原先的技术 去把我们的任务隔离做得更好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 也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是我们可以感知流量与资源的状态 实现这种的offscaler 包括我们现在做的一些Secret的优化 还是基于的规则 那我觉得也可以基于Kelsea的CPU 去做实现基于Cost 这个Secret的优化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轻量计算的一个平台是 属于这个18年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比如像Locum QStream 也如火如荼的在 它它不往前发的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回味道社区 跟社区做一些生本重合 能让全然计算 在整个开源的世界里面 能够发光异彩 好的 我的飞奖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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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